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Google的动作越来越密集 全球经济布局正在悄然变化 Gemini三纲发布Google DeepMind就宣布在 新加坡设立全新的AI研究室 紧接着谷歌在台北设立的人工智能 AI基础建设研发中心开幕 是谷歌美国总部以外最大的同类中心 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动作不是彼此竞争 而是互相补足 新加坡负责研究治理战略商业化 台湾负责硬件算力基础设施与供应链 这意味着全球科技供应链正在 出现剧烈而深刻的功能分工 新加坡与台湾组成了美国 科技巨头亚洲布局的双引擎 新加坡承接了DeepMind最前沿的科研野心 台湾支撑着全球AI模型 运算与数据中心的底层动力 那么这到底释放了一个怎样的全球信号 这是否预示着亚太地区正在 成为世界AI创新的中心 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 为什么新加坡会成为DeepMind在亚太的科研中心 答案其实非常清晰 新加坡是最安全 最中立也最适合全球科技巨头 设立长线研发基地的亚洲国家 这种稳定是DeepMind能够放心落地的根本条件 但稳定只是基础更大的原因是治理 新加坡的AI法规 伦理审查监管框架政府与科技公司的协作能力 已经是全球最强之一 再来是人才与国际流动性 新加坡能同时吸引来自欧洲的研究者 来自印度的AI科学家 来自大中华区与日韩的工程团队 以及来自东南亚的大批年轻开发者 它既可以把全球人才汇聚起来 又能让他们自由流动与合作 这样的条件台湾日本韩国都难以做到 更不用说新加坡是Google Cloud 在东南亚增长最快的市场 你可能会好奇DeepMind的落地 会让新加坡获得哪些超越 科技产业本身的战略利益 当DeepMind选择新加坡 新加坡所获得的战略利益 实际上是跨领域 跨产业跨十年的巨大家成 而且是任何经济体都梦寐以求的技术红利 首先新加坡正是进入全球AI城市的第一梯队 如此一来新加坡不再是区域枢纽 而是全球核心圈的一部分 新加坡的科研机构大学实验室 将直接与世界最顶尖的研究议题并行 这对国家科技竞争力是质变 其次人才磁铁效应会迅速形成 新加坡本地工程师将有 机会参与真正的大模型研究 而不是单纯做应用或维护 最后美国科技巨头会进一步 提高新加坡的战略权重 当谷歌把科研与商业化的连接点放在新加坡 美国对新加坡的依赖就会更深 从数字经济到云服务 从安全治理到企业AI 全部需要新加坡作为关键节点 这使得新加坡在全球科技 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全面提升 要理解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 不能用传统产业比较 而要用AI价值链拆解的方式来看 台湾在全球AI供应链中 是绝对不可替代的硬件之王 全球顶尖晶片加速卡主板四伏器散热技术 都必须依赖台湾 而且谷歌微软Meta NVIDIA OpenAI所有的数据中心都离不开台场 台湾是AI世界的工业心脏 是算力发动机 是基础设施中心 新加坡则负责战略研发产业应用 AI安全治理 云端服务跨国商业化国际政策协调 新加坡在做的是AI价值链最上层的决策 研发应用治理 它是AI的大脑 是神经系统 是全球企业采用AI的实际入口 换句话说 美国科技巨头在亚洲的战略布局就是 让台湾支撑算力 让新加坡决定方向 这就是谷歌同时压住两地的原因 DeepMind的落地 象征了一件非常明确的趋势 全球AI创新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亚洲东移 这意味着 未来十年 全球科技资本顶级人才AI研发项目 国际企业落地新产品测试 都将集中向新加坡靠拢 更重要的是 新加坡将成为 亚太最重要的AI中转站 未来的企业AI 政府AI安全合规 AI医疗 AI教育 AI制造业 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极可能 由新加坡输出给周边国家 这意味着 新加坡的科技GDP 将迎来十年级别的增长曲线 新加坡和台湾 正在组成亚洲最强的AI双核心 那么问题来了 你认为在这场AI版图的重写之中 谁将成为赢家 作为普通人 我们又该如何 参与到这场科技浪潮中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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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